香港樂壇除了歌聲、樂隊、男團、女團 背後還有無數的音樂從業員 一起去支撐著這個夢工場 我Leslie Lee請來這班音樂從業員聊天 帶給大家一個更全面、更清晰、更貼近現實的香港樂壇 香港樂壇一百人 Hi 我是Leslie 你現在聽的節目是香港樂壇一百人 Hello 大家好 我叫大偉 Dae 那你oversea 浸個鹹水 回來香港之後 是不是大展拳腳呢? 但我去看一些做的功課 反而不是大展拳腳 反而是不是要屈遷你 又不是 又不可以這樣說 完全不可以這樣說 做瘦科員 你玩音樂、創作音樂 為何會走去 很好笑的 這個經驗 當時回到香港 我馬上要賺錢 做一份IT工 空緣的時候 狂做音樂 把自己錄的demo 還記得 我還記得 找唱片公司的email 寄去 email也有 寄去也有 我記得有一間 唱片公司 Indy 也是Indy公司 他當時幫過 一些annodize 出過碟 不要緊 說出來 唯一一間公司 他有回覆我 叫我去聊聊天 很開心 去聊 我跟老闆聊天 我就說 我其實很想做音樂 那好吧 他就跟我說 唱片那裡 我們暫時不會出 暫時慢慢搞 不過現在馬上有的 就是我們唱片譜 需要一個售貨員 不前線 那時候 有機會接近一點 我就馬上辭了那份工 去 穩定的收入 還是很好賺的 又不是很好賺 但是就 穩定 我媽媽聽到會開心 那些 然後 遲了這份工 雖然我也不敢跟我媽媽說 我遲了工作 就去CD店 其實就 很坦白說 沒事的 我又不覺得是 不好的 職業還是怎樣 但是我純粹 因為我知道 如果我媽媽知道 是我的 所以 譬如有些親戚進來 見到 那我就會 躲起來 免得他又 說給我媽媽聽 但是 那個經驗 其實我覺得 挺好的 因為在那裡 其實我又認識了一班 很喜歡聽歌的人 他那時候 教我聽 英國的 即是那時候 什麼Radiohead 那些 最好編的 那是 挺棒 那個人 是誰 那些職員 那些職員 有幾個年輕人 就介紹我聽音樂 其實都是一邊聽 一邊賺錢 可以這樣說 有時候我們結束了 就去我家 有些唱片店 就會拿出來聽 還有那間唱片店 其實他都賣很多 特別一點的 因為那個老闆 都是喜歡音樂 所以他會加入一些 比較特別一點的 雖然現在很容易 你上youtube spotify 但以前是很難 哪些特別一點的 外國的indie 對 有些外國的 即是那時候 我覺得 有些 Pose It Head 什麼Mono 很多 再古靈精怪 我都不記得 還有很多英國的 那些 那時候 其實你普通CD店 不會賣 HMV之前 HMV都沒有 有都不會入這些 都會 入都未必 那些 不過你令我想起 香港市場不是不大 但一對比外國市場 人家真的很大 就算人家玩小眾的音樂 都變成大眾 因為人數實在太多 人數太多 有時候在美國 譬如美國惠禮 你出一張黑膠碟 只有十多首歌 但你可以在美國 各大城市 巡迴演唱 City也好 或者是市鎮 你有個Hall 你又是售票 就可以出一張碟 十多首歌 就可以巡迴全國演唱 玩完全國 巡迴演唱 才有夠錢 賺到一塊錢 可以製作第二張專輯 因為小眾是大眾 香港不大 香港不大 不過有另一個角度去看 外國的競爭也很大 你剛才說巡迴那些 我想是一萬個人 例如英國 有幾多樂隊 很多讀音樂 其實我想 他連邊皮都未去到 因為競爭實在太大 其實你反而在香港 你就這樣Youtube 博 其實很少人 突然間有些人 可能你未必賺到錢 但可能你basking 你都會容易些 或者你比較容易 已經做到某一些成績 但可能在外國 是很難很難的 所以這個有兩體 明白明白 有事 又等於很矛盾 等於七十年代 你上過一兩萬福樂今宵 就全香港認識 但入汗很難 但反過來現在 入汗很容易 你扔首歌上Youtube就搞定 但相對 很難唱名 一樣的 很簡單 你在香港 玩HIP HOP 譬如以前 沒什麼人玩 現在就多了 10年前 HIP HOP沒有人玩 在外國 市場很大 但你又反過來 你在香港 如果是HIP HOP 只有你一個人玩 很少還會玩 你是突然間變成神級 但在外國 這些 真的很多人在玩 你可能是很業餘 又變成這樣 譬如你香港的Wapper 你香港 還有在外國 你去玩Wapper 你明白我想說 所以 各有各 我經常覺得 不要覺得 香港一定是差一點 一定是壞 不是的 香港一定有它 你在這個地方生活 其實它一定有它好 有它不好 外國 你好像好 其實一定是有它好 不好 真的沒有兩頭來 沒有兩頭來 其實看個人 完全是看個人 等於是香港人所說 你俗意所說 你看我好 我看你好 是啊 好 好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Lessli 你應該聽這支節目是香港樂壇100日 Hello大家好 我叫大葳 Dae 我像Dae 始终何复 拼命过去追求 愿你知每日每夜为何战斗 别再有别人未明白 自己想后悔了拥抱 难以成真理理望 你或这事有战 请有战事一线 说完唱片谱 做首课完 但其实也有很多得着 成立一队乐队 A-Day 发生什么事可以说 因为很厉害 在Castro雲曲创作大厨 拿到冠军 因为很差 大家只记得 中国第一位的太空人是杨宁偉 不会想起第二个 拿冠冠大家都记得 但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回忆 或者是失败过很多次 这个很有趣的 因为其实 为什么会做乐队 因为之前也说了 就是我把试试不断传 想要做唱片 怎料做了销售 不是销售的问题 不过不是我真的想做的东西 其实想做创作 后来就发现原来写歌 因为我一直以为 写歌被人做制作人 但是发觉 我的歌好像不太适合 当时的市场 因为当时很喜欢K歌 很流行的 我发觉我作的 好像不太适合 好像不太适合 配合不了 正如那时候林海峰有说过的一个 不关你事 是歌手的问题 他很好笑 whatever 之后就想 不如这样吧 既然没有人唱这首歌 我们自己组乐队自己唱 然后就跟着我Angus的伙伴 他就很喜欢唱歌 最初都没有说什么 不过在我们街上Busking 那你两个不关事 不如我们就叫做 就是组个队 然后就写一下自己的歌 又会唱别人的歌 其实就是这样开始的 那时候很有趣的 就是Cash 其实开头 整天都 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种抗拒 这些叫K歌 我不是很喜欢写K歌 很傻的想法 小时候 如果我写 其实一定都会成功的 不过我不写而已 总而言之 真的试试写 参加Cash 连都不行的 就写好了 蹤影都没有 入围都没有 但是我现在想起 其实这些过程很正常 我又不觉得这个是失败 譬如你 给一个例子 你学习 你不会觉得你跌的是失败 因为你是不会走 那你是走到那一刻 你叫做走到 其实我会觉得 这些也是 你参加比赛 或者别人要你的试试 其实是一个过程 你之前是试试而已 也没有说到失败那么严重 不过的而且确 对于刚刚创作的人 譬如我有时候的学生 我都会觉得 譬如他教一些试试 我都会很明白他的心情 就是 他真的很有心机 去写一个试试 然后最后 你拒绝了 哎呀很大失落 那 真的要 到现在都真的 说真的 你要知道 做一个试试 其实是一个过程 你自己享受它 那其实 别人选择不了是一个正常的事 选择得是一个bonus 因为 你作歌你自己开心 要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好像一个配对 配合到要求不到给自己的东西 是 你说得很好 sorry 不是不对 是不正 还是正 不过是配合不到对方的要求 真的 你这件事 说得很 很适合 有时候真的没有说不好 有时候真的很好听 不过 其实真的 是那些歌手 那个歌手 不适合你这些东西 也不是歌手错的 他不适合 他那个心情 不是唱你这些歌 所以其实 自己的歌曲也是好的 你自己 那现在更容易 YouTube 你自己唱自己喜欢的东西 其实也有滋饮人 其实就是这样 但是在这个发展的程度 因为90年代 会不会受到家区的东西 影响到香港 没有这个音乐圈 只有娱乐圈 会令你有所打击 对A-Day的乐队 的发展 没有任何打击 只是见识到 因为他以前是说了 哈哈 是啊 那些 其实说真的 我们真的很入门 我们出楼乐队 其实如果有机会 有些娱乐的人房 你都已经觉得很聪明了 因为你根本没有这个价值 嗯 根本没有人房 你去到娱乐 人家问你一点 你都已经很聪明了 其实反而是 但现在看起来很麻烦 因为原来自己的前途 自己音乐的取向 是别人定身死 别人说你碰你才觉得碰 而不是自己 甚至有粉丝说碰你等于碰 要别人音碰 其实是好 但也是非常之不好 现在就要用AI去定理 就是用YouTube的流量去定理 都不知怎样计算 五时科学时变 跟行李计创一样 五时科学时变 不行 我接受不了 所以现在大家觉得很自由 其实是给大家贯蓄 这个是第二个问题 因为很差 因为音乐的东西 怎会走到娱乐版 C版 以前报纸所说的C版 所以不至于A版是港版 但不应该用娱乐圈去报导 是容易去进行 容易令到全香港去形式 但会受制于娱乐圈的规则 或者潜规则所影响 令到你的音乐 就算之后你想回到艺术方面 别人都觉得你是不是湾中水重 又或者是不是走火入魔 会将那些很难听的说话 掛勾了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挺成功的艺人 他想到很厉害的 譬如说他弹过琴片的曲 怎样将那些东西变成很娱乐性 譬如你不想 我弹琴的时候 我是看着韩剧来弹的 然后他硬硬又会说到 然后relate到 那你就会有娱乐价值 明白 那些人会想很多东西 可能小题琴我一路去厕所一路录音 哇很有娱乐性 即是你要弄到这些东西 有些人弄不到很厉害的 我想起王家伟 王国卡门也拍到 但整了一套艾飞正宣 大家都看不明白 谁知道就是杨威海外 尤其是翻了年华 那些欧洲人看到如知如追 还有大明一派 平衡的商业 娱乐和艺术也集一一身 张国荣也是 最初也是娱乐圈 但是越来越下 自己的90年代 自己的艺术风格 越来越走出来 但是好像没什么 很难平衡 不过我又不是做这一行的 我是义工 我自己一个音乐消费者 可以看回 所以真的很佩服你们 怎样去拿捏娱乐艺术 但两边怎样去平衡 我现在就没关于娱乐事 真的做幕后人 我觉得是舒服的 嗯嗯 他喜爱 徐心歌唱 猫狗也来 吸收养 孤单女 谁吸他去拍掌 有些爱 无人共享 这些爱 不算浪费 不算浪费 不要测费 去找个朋友 找个伴侣 i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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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sky 就算是一秒 亦觉得尖要 你总会遇到 love love in the sky 唱那样枯潮 来地那树苗 不管我苗小一 嗨 我是Leslie 你现在听的节目是《香港乐坛100人》 Hello 大家好 我叫大伟 Day 说回到百乐 我相信你都遇过不少 小时候也有李宗盛 令到你去思考人生 亦是透过地中性的音乐 亦是信愿的方面 看下如何去做一个相互相成 其他呢 有没有其他白落在你的人妻 即是影响我 譬如你说Beyond你很喜欢 其实Beyond也真的是 那时候有影响 因为我最开始学音乐 就是刚刚家驱发生事 以前是有听 但不是很深入去 一定不是像你这样去研究 但在那时候 我又开始喜欢音乐 然后又发生了这些事情 就是令我 即是炒回他们来听 接着 学回他们很多的事情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而且真的 他的精神 是令到我 是对于 那个价值观 我觉得也是 那样东西 就令到我 其实是 坚持这件事 是很有 即是一个榜样 去坚持 我觉得也是真的有影响 这件事 有没有 除了大家熟悉 比方王家驱之外 有没有那些导演 是令到你觉得 真是很幸运 有你的人生出现 好 那一定是 如果你说两个 一定是 第一个是黄修萍 第二个是庄文强 那黄修萍就是 譬如 狂舞派 其实就 很有趣的 其实做狂舞派 他最初 都是有点猶疑 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因为其实 譬如我以前 你想想我夾A-Day 跟他现在拍一部 Hip-Hop 东西 跳舞东西 其实跟A-Day 是没有关系的 而他拍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跟他说 你拍这部电影 你一定要找音乐很重要 每个人都这样跟他说 他也有那时候想过 找一些出名的 擦碟 DJ 什么 DJ 什么 但到最后 他为什么会找我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帮他做过一个短片 那个短片 都挺Indie 其实你想说 Indie 可能如果是电影 其实黄修萍也有点Indie 那些味道 他就很喜欢 大家是很配合的 我喜欢那些东西 做出来 他就觉得很棒 还有想不到 那个短片 其实又没有什么budget 都很有心机做 又是又 作那首歌 他就想 其实 预期找一个某某人去做 不如找一个 即信得过 或者合作过 觉得有默契的音乐人去做 做狂舞派 所以就找了我去做 还有我们当时都很主动的 就是每天都问他 喂 你那套东西找了音乐 不如做些demo 给你听 就是很aggressive 去做这件事 最后他也慢慢交给我做 其实做完之后 真的这部电影 其实最初不知道 是那么成功的 我还记得问监制 就问他 这部电影会否上升 你还敢问 因为我不知道会否是 可能在学校播放两天的 或者在八路会电影中心 播放几天的 然后他又说 想还是不用 我说是否在八路会电影中心 播放几天的 为什么我这样 因为我想把机会 叫一些人去看我的支持者 明白… 我真的真心地问 我要买票 监制当时回答我 他也猶疑 他也不肯定 应该也不止一个星期 他猜 就是这样的 大家都有点担心 因为其实 你知道 《香港一》 如果这部电影不行 就立刻一个星期下话 后来他成绩很好 在电影节中有很大的回响 其实之后就开始 一直继续继续做电影配乐 这个真的很大的八路 你问导演 究竟上了多少天 我想他也想 糟了,究竟怎么回答你 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我听莊文强的导演 他也有说 他说无间到 最初都是 那些人看好的 手拍之后 那些人还说 这套东西都是不行的 他立刻听到行家 是这样说的 但接着 上星期是很厉害的 他第一次借票 还是不知什么的时候 那些人是 夹道欢迎拍手像 很现实 很夸张 香港真的很厉害 先说一下 Dey哥 在我眼中 还有两位人士 是你的八路 第一位是你的 当时的女朋友 即是现在的妻子 他真的很熟悉 其次之后 就是你自己 真的自己最贵 有时我会发觉 有很多成功的人士 或者他出传奇 也好 他之前也不断去扣门 或者是哈利波特的作者 他也有很多出版社 他说你讲魔法 你本书不是吧 不流行 以前的人不流行 不代表将来不流行 我经常很想问 哈利波特的作者 那些出版社 究竟是什么感受 我发觉 白浪 真的要多谢你自己 你自己争取 很多次 脸上有空 能够好的 快点 無限地笑 無限地挑 夜晚寒星在发光 却滿天 熱目中擠發 向我們姓方 Hi 我是Leslie 你現在在听的下一步 是香港樂壇100日 Hello 大家好 我叫大偉 啊 Day 說完百來之後 不過我也想問一問 有沒有人笑你 發了這些夢 我有 當然有 算不算是明星夢 我也不覺得 但是做音樂 香港死得的 找不到吃的 應該很多人說 很多人說 我同房住 在讀書的時候 練結他 練琴的時候 他那些其實是很經典的 在戲中聽到的 就是說 你現在才來學結他 人家幾歲開始了 唉 浪費氣了 你找不到吃的 這些是電視的橋段 聽到這些經典的場景 但很有趣 那一刻 那時候小時候 你要這樣我就要做給你看的 有些是這樣的 那去到後期 其實 我真的要看你喜歡不喜歡 有時候都是想放棄的 就試過 很難 有一段時候 因為種種的原因 放棄 是因為很無聊的 譬如 以前那些女朋友 說你不陪我 那陣子不玩 但你真的不玩一段時間 我很記得那一段時間 沒有玩幾個月 然後我很記得 在回工作 聽《玉智浩宜》 我記得《玉智浩宜》 不是有一張碟 是acoustic的 玩他的歌 然後我聽到哭 acoustic是unplug的那張 他出過很久的 團幼 是90年代初的 然後我聽到哭 然後覺得 不行 我覺得這件事 怎樣都是我喜歡的 其實 真的經歷了很多時間 譬如去到 接著就拿回玩音樂 接著遇到一群人 就是我們在街邊 玩basking 其實有一群支持的人 是重要的 我會覺得 如果你說 一有八樂 或者一群支持 就是我 那時2000年 我們有一個組織叫Hoolala 其實就在赤柱那裡 玩basking 其實全部人都是一些 音樂的愛好者 其實到現在 他們分別在各方面都不錯 譬如我的partner A-Day 他在那裡認識 另外譬如有彈bass 機仔 他現在彈很多演唱會 譬如Johnny Yim 他是很知名的監製 其實也是 當時是很開心 原來有一群傻人 在一起 原來我不是不正常 為何你會說自己不正常 你會覺得 譬如我第一天 我回那份IT工 真的有人會 我的上司會跟我說 這裡不是讓你玩音樂的 這裡是做IT 但其實我真的很奇怪 他知道我做音樂 但我從來沒有在公司玩音樂 沒有這些 不會拿一個鍵盤來聽 但那些人很喜歡 這樣去說句話 真的很無聊 但這些是很少數的 大部份人 譬如同事都會很支持你 會說你何時有東西聽 到現在都會約出來 但很重要的是一群志同套合 那群人 譬如我們在講音樂 譬如我現在在講音樂 很多人在講 但如果真的正常的社交 我也是一些社交障礙的人 如果不是在講音樂 其實我也不知道在講甚麼 有一群這樣的人 是很重要的 你會覺得 原來這個 是屬於你的世界 這群人全部都是這樣 那真是會這樣走下去 說回你的電影音樂 因為我發覺 其實你的履歷我覺得很棒 譬如你有份國族 在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原創音樂 或者最佳原創電影歌曲 譬如黃修平的狂舞派 或者《那一天》 《我不會飛》 陳自拍的《點五步》 莊文強的《無雙》 亦都是黃修平的狂舞派 到2021年 尹志文的《媽媽的神奇小子》 接著就差不多每一年都會有 賴欣慈的《484家族》 要得獲獎 以及莊文強的《金手指》 要得獲獎 有2023年的《前行》 以及今年的《反貪風暴》 《加密危機》 好了 但是我說了一堆東西 其實你覺得在香港 拓展這麼優質的音樂電影 或者推廣這些音樂 需要具備什麼的元素 給你配套才可以更多人去認識 好像不關你的事 關閃全部給你 你說你想做電影音樂 你那個人要具備什麼 還是你說怎樣去拓展 更加多人去認識 嘩 這件事我真是 因為《反貪風暴》我有齊整套 但我看了《反貪風暴》的電影 我才去買 而不是因為那套 不是因為《反貪風暴》的電影音樂電影 我才去買 是 這個真的要電影公司各方面配合 因為譬如我拿完金手指 我發現大部份電影公司 其實它 好像不是怎樣推出這些 不推出的 因為它們不熟悉 它們沒有什麼意願 甚至你推出的時候 可能它們因為不知道 可能要你簽很多文件 它們很擔心 第一 其實這些真的沒有錢賺 完全是虧錢的一件事 你出 Soundtrack 真的虧錢 怎麼可以這樣說 現在出 Soundtrack 基本上真的是 香港 我不知道外國 真的留了紀念 我看到很多音樂人 有時都會自己出 導演 會支持 這樣 一說虧錢 難怪香港那麼少 虧錢 我看《未來戰士》續集 我現在還在聽 真的很宜愛這個發展 因為音樂電影其實是一個 有時候你不是在家裡 會播那套電影 每天去播 但你可以播放 每天播放 Soundtrack 你會墮入當中 有時候 聽到我所說 王嘉賓 譬如說《道樂天使》 在家裡播放《道樂天使》 陳芬奇的一些作品 我發覺好像 黎明在我家裡出現了 音樂就是這樣 很有趣 尤其是電影音樂 影配合 沒有錢賺 我那次沒有人推 就算有些很出名的 我聽說有些前輩 他說出了 都放在那裡 沒有人推 有時候可能 很久之後 你找回來 可能會有 但是其實那件事就是 所以如果聽眾有機會買 就支持 不會再辦 因為當作是支持 我想起先到 BV好處處問 真的人家在戲院播放一起唱 到卡拉OK去唱 當年已經是沒有卡拉OK 已經是在新加孔 是的 真的 很傷心 我已經是寒在背後 看著這個 一趕千室感情 是的 其實 說真的 你用一點錢 都沒什麼所謂 就算是 但是 當中你要做很多事情 因為你的過程裡面 譬如說金手市 譬如要做些什麼 第一你要跟電影公司 你要拿他的 Proof去做 已經很困難 隨時是添價了 也未必只是錢 但是跟他談過程 很難 你要預備很多Document 問很多東西 有時候 你知道文件上的東西 回來覆去 你都會想放棄 難怪黃家壞那套繁花一身學扣 他播的版本不是陳百強版本 是的 很多這樣的東西 是的 你說得對 很多人 版權的東西很複雜 有時候 你配合很有趣 你自己拿回自己作的版權 原來也很複雜 然後 製作的東西也不用說 因為你混音 其實你出唱片 你要再做一些mastering 或者你要再做一些混音 譬如電影的時候 你短了 剪輯了 你又不一樣 那些你又要用時間 或者有些 譬如混音 你也要求人 即是工程師 你幫忙 沒有錢 等等 然後 這些過程 你又要用時間去做 明白 不想的於成長 你了願 我替你朝浪途立刻 聽聽有沒有鼻 會向青春針灰 靈創傷 仍然要相信 願意相遂 曾經出現分寸 仍然要激愛 不幸 仍然要 仍然 有時光 但只能有感情 直落我目標 為世界美好的人 給付出所有 你好 我是Leslie 你現在聽的節目是香港樂壇100人 Hello 大家好 我叫大偉 Dae 看你也受說 因為Indie也是好玩的 但現在電影的配樂 或製作音樂 更加好玩 範疇或其他各方面 領域更加大 更加寬 更加廣 還會否回頭 再玩Indie 其實好像不用玩 現在已經是Indie的樂園 一來都好像 譬如我跟Angus A-Day 他有表演 出一下 沒所謂 我想是沒有壓力玩 其實是好的 我也喜歡 譬如他有些表演 是沒有壓力 叫我們玩幾首歌 是很棒的 他之前有搞生日會 那些就是會 但你說很認真地 去做一個歌 我想暫時未必會因為 好像覺得很有壓力 但反而就是 我有想過 如果有些多媒體 譬如我之前有試過 跟B-Wing一個畫畫的藝術 他有些畫展 他叫我做一些音樂 是背景 我覺得是挺過人的 即是有一些多媒體的配合 我覺得很沉沉式 還有一些音樂的效果 不只是音樂 我覺得那些好像挺好畫 反而我覺得又可以去試一下 這樣 對 對 差不多了 尾聲 都問了一些關鍵的問題 是 真的很關鍵 是 你也拿過香港電影金像獎 最佳原創電影國歌 也拿過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項的樹榮 在我眼中 在我們眼中 你已經很成功達到這個目標 但追逐這個夢想 跟這個現實的生活 其實有沒有相抵觸 還是相互相成 譬如說 能否生活到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說做導演 大家都想做王家偉 第一部電影已經想做王家偉 但沒有可能的事 王家偉都是做電影編劇 發展行 才慢慢逐步逐步來實現夢想 對於你來說 夢想跟現實相抵觸 還是相互相成 即其實 還是要視乎一樣 不會的 我經常跟人說 你這件事是很有趣 為何要選擇 即其實 這個很折落 即其實我覺得 其實是沒得選 其實你這個夢想 你一定是在現實實驗到 才行 其實 我會覺得 實際一點可以這樣說 其實 戶口是要的 那個心態就是 其實你喜歡玩音樂而已 最重要的是 你的夢想是甚麼 你的夢想是你喜歡玩音樂的過程 那個享受 還是你要別人認同你的掌聲 那當然是前者為主 對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 不需要取捨 對嗎 即是我有一個 你不需要取捨 那你在現實上就放工 玩 那我有一段時間 例如說 早期我A Day的時候 我全職做 遲了份工 那我有一段時間 就是覺得 我不可以回頭了 因為我覺得 好像就是 我跟別人說了 或者對自己 那我轉行的時候 我回頭好像失敗了 那有一段時間就是 A Day還沒簽約 中間我就死都不回頭了 後來也有公司簽了我們 那我們繼續做 接著做了一年 又完了藥 即是因為種種的原因 又繼續是這樣 那時候我的心態有點不同 因為那時候可能已經有 Family 其實 第一 我會覺得是交給神 真的 因為一開始你做這件事 你其實控制不了 如果這件事真的是 神的大靈 他有他的 那我會想就是 你便取得容易 這件事其實 你有得做就做 如果神給你做 你就會做到 如果不是 你這個興趣 你也可以享受到 是的 我是喜歡玩音樂 我可以業餘 這樣玩都可以 那我那時候就 好 既然是這樣 我就做回 有一段時間 做回一份IT工作 我記得也挺辛苦 是回大陸上班 是每天回去 然後每天下來 然後晚上我繼續玩音樂 那是很有趣的 當你的心態轉變了 你放鬆了 不要緊要 我有些甚麼就做 上天給我甚麼 我就做甚麼 反而那時候 有人又會找我 做電影配合 就是那時接觸電影配合 然後有人問我 然後我很開放 因為以前可能會做 A-Day的時代 會覺得這件事不做 那件事不是我最喜歡的 我的夢想是這樣的 很覺得一定要做這些東西 有這件事不做 那件事不做 音樂都是這樣的 就算有些音樂 也未必 然後那時候放開了這件事 有甚麼做就做 譬如有做廣告 我做就做 廣告要你出外鏡 好嗎 我都做就做 那不是很多次 我看是很便宜的 只要做 那做一件事 我就做了一個配樂 然後又認識了一些人 然後就做電影配樂 反而做一件事又多 然後因為音樂都夠我吃了 那我又可以全心又全職去做音樂 然後慢慢就做了 所以有時有一個開放的心態 你把自己交上 真的 所以你說是否要取捨 其實是一齊的 我覺得不是取捨 還有你真的 有很多人 可能真的要做歌手 其實想一下 你是怎樣為成功的歌手 是否你成功的歌手 是因為很多人認識你 你認同了 你覺得你是一個明星 這個status 還是其實因為你可以唱到歌 那個自己本身的滿足 如果你唱那首歌 那一刻只有你一個 你也享受不了的時候 其實你也不要打算追求後面的東西 你也不享受 對 面唱真的很辛苦 是的 如果你只是想 有些人可能想出名的 那你其實做別的事都可以出名的 明白明白 那我和你也有共同信仰 那我和你也有共同信仰 你也有共同信仰 你香港人是屬於什麼的崗位 那你都在電影音樂那部分 那我們的主 我們的神呢 主耶穌基督在你的人生當中的崗位 是屬於什麼呢 那是很重要的 其實真是 帶領者 真是一個帶領者 譬如在我面對很不穩定 真是經常是不夠 特別是早期的時候 會沒有錢勢 那我有一句經文 就是你看天空的飛鳥他們 既不仲也不修 也不即在倉裏 我們天父尚且讓活他們 你們不給他們貴族摩 這一句 馬太福音 因為我都住村屋 經常看到那些雀 真的有留意那些雀是沒有袋子的 即是它沒有一個袋子 它不可以裝一些東西 譬如我們會吃午餐 現在有很多 你看到滿地都是東西吃 但你想想滿地的東西吃 你代不了回家的時候是多麼痛苦 即是街上有很多錢 你可以收拾 但你不可以有袋子 你只可以有兩隻手 你一樣的雀 雀就是這樣 這個設計很有趣 但你會否看到雀 雀又沒有東西 它又能生存到 即是它每天就是吃那一餐 然後逛逛 它就要想怎樣去吃 那它有辦法 可以傳到 放在尿茶 可能都是一餐 那你想一想 這件事真是 所以這個經文 我覺得真是 你看到這些雀 真的 你真的想是 其實 我們用不需要這麼擔心 那也真的有很多事 很有趣 譬如月尾 沒有錢 沒有錢 即是未有錢 很有趣 譬如祈禱 真的很神奇 我要說的是神奇 就是不知道有一個突然間有哪一個監製 突然說 爹 剛好之前 很久之前的這條數 不知道 剛好過給你 很神奇 很多這些 經常都是這樣發生的 就是在最後一刻 我以為會有的 雖然不知道為甚麼 但你類似的東西 遭遇我都試過 真的一扇門關了 以為甚麼 誰知道可能最快第二天 第二扇門就開了 是很有趣的 我也有一點分享 我跟龍秋生 那時的致謝詞差不多 夜和話事 那些牧者 我不自缺乏 就算走過死 也不忘記 那一曲 真的不要緊 因為你的象 你的江都 都 醒了 忘記了 敲書包 最重要的是上天的主 如我同在 是 作為我們的打領者 還有相信祈禱 我覺得有時候 自己也不夠相信 很多人會祈禱 但其實不相信 祈禱? 不相信? 祈禱不是聊天嗎 祈願交上 可能是感謝 可能是祈求 或者是感恩 但還要聽回答 或者感受回答 可能我的意思是 祈求一些東西的時候 可能我們自己也未必真的覺得 真的會 神會聽我們的 答應我們的祈禱 我初上的時候 都會這樣想 這是事實的 但不知道誰 又這樣跟我說 你不照旗 但是他很聰明 比中醫師還聰明 什麼中醫師 我講的祈禱 他知道你是感冒 祈禱一杯可樂 他不會給你的 給你一杯涼茶 給你一杯苦茶 給你喝 你喝完之後就好了 到時才再給你可樂 最後一個給我 哈哈哈哈 許多事 明天降臨到 許多事 那一面了 我當我知 主長官明天 他必要 離我向前 他必要 令我向前 他必要 令我向前 他必要 令我向前 不過真的 還有一個優惠的問題 謝謝 什麼獎都拿完了 真的 冠軍都拿完了 人生 還有什麼 還想去追尋這個夢想 這樣說下去 我怕會一直超過 不是最後的 心願未了 大哥 還想做這件事 還想做 其實我幾年前 對於獎 我已經沒有 真的 當然 我是很感恩 很開心的 但是 因為有一段時間 也不怕分享 譬如我記得 買了一部電影 當時是有期望的 拿到獎 沒有 然後是有失望 令到我 之後也有一段時間 為何會這樣 那麼努力 都沒有 當時我記得 自熟 他在那個班長年 站在我前面 我又問他 你也有機會 那些 然後他說 我不想這些了 那為甚麼 因為對於身體 不會一想你會很緊張 其實都不好的 然後我回去試試 其實說真的 最重要的是 你最開心的 就是你做音樂 還有你有一些 好的戲 你做到 其實是真的開心的 所以之後 其實我真的 調整了心 但最重要的是 你做好的 做好戲 還有你做的戲 怎樣可以 裡面有一些東西 是有些自己滿足 或者真的給觀眾 個人聽到 嘩 真 其實反而這個重要 反而我會希望繼續做好些 有很多前輩 我們前館 他們未必得獲獎 但其實他們的音樂 大家都真的入腦 其實這個反而真的重要 你這樣說 我又留在歐洲那些 管弦樂團 會在演奏場 去攤 是啊 其實這些真的 不需要獲獎 這些真的 對不對 更加 我們應該去追求 那些亞族共享的東西 我會覺得 反而是做好的音樂 我都說到尾 是啊 嗯嗯嗯嗯 是啊 事物萬變 烈日未變 靜候大雨 有種鍛煉 隨太陽陪天 七色水電 也在線 九日未發現 現在曙光倒影 叫我望見 無懼天色分秒 皂邊 能喝冬感 引以圓滿 這天 香港樂壇一百人 多謝大家支持 有機會我們再請 Dee哥大偉兄上來 Dee行了 對 不決定不決定 Dee哥 真的不決定 Dee哥大偉兄上來 兩個字發音比較好 對 OK 再會了 拜拜 Southwest Hseem 郭兒子 和 Hasee ħ 若世代有这光是 我是Leslie 请听我的超越Beyond的故事 So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